今天说法 海边小城寂静的深夜 男子倒在街头 这起案件可能就没那么简单了 就感到这个现场非常奇怪 他被哭泣的亲人抱起又放下 身份之谜层层解密 一步之间 命丧雨夜 雨夜80秒 今日说法即将为您播出 我这种车 哪里 既然平大条过来一点 往平后方向 右拐往平后方向大概一公里 什么车跟什么车 我小车跟一辆电动车撞了 电动车送过来了 我妈来说想可能受伤还挺用力的 交点大队交点大队是否太难了 隆海交警接警后出警的现场就是这里 省道207线的新春村路段 当时呢路中心的隔离会来没有 现场的情况大概是这样的 一辆倒地的电动车 一辆白色的轿车 一个伤者 一个死者 那么这是一起什么样的事故呢 分析下来结论似乎不止一个 这个是当时事故的建筑 这个是当时那个白色的小轿车 停的位置是在这里 同时在小轿车前面呢 这边有一停的电动车 伤者倒在哪 伤者当时在这个位置 后来被送到医院去前处 负责事故处理的交警告诉记者 伤者的家就在事发现场附近 所以当警察赶到时 伤者已经被闻讯赶来的家人 送往了医院 新春村路段一死一三 医生有到现场 已经确认有一个人死掉了 死在现场了 跟大家说一下 这个小车驾驶员 现在不知所终 白色脚轿这个后面 这个又往这边呢 砍作一击尸体 当时您到现场之后 第一感觉这个事故是 是一起什么样的事故 觉得这是一起 那个轿车跟一部电动车相照 造成了电动车上 两个人一死一生的这个事故 然后呢 造次小轿车这个驾驶员讨厌 在那个雨夜 交警在现场对事故 有了初步的判断 但很快他们就意识到 一些问题 似乎很难解释得通 比如这块散落在现场的碎片 这块碎片在白色轿车后方 三米的位置 它长30厘米 宽26厘米 银灰色 初步观察 警方认为 这碎片来自于 某辆车的前保险杠 但电动车没有保险杠 从颜色上来看 这碎片也不是小轿车的 这个是白色 这个是灰色 颜色不对 小车的话是车头左前表 去撞到的 那车头左前找 这边的话 照片还都是 都是广告 都没有任何脱落的 所以肯定这个碎片 肯定不是叫做发展杠 应该也是刚掉下来的 反正早就压碎 那这块是哪里来的呢 除了这块碎片 在现场死者被发现的位置 也让警察觉得不合常理 小轿车跟那个电动车 发生碰撞 正常情况下 是会把人往前撞 为什么这个死者 会在小轿车的后面呢 死者挡在轿车 右后方约15米的位置 他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呢 此外还有一个疑点 是在那辆白色的小轿车 驾驶员的身上 喂 我这转车 我小车跟一辆电动车撞了 电动车撞过来了 出事后 他明明拨打电话报了警 却在警察赶到现场时 消失不见了 他去了哪呢 现场出现的诸多疑点 虽然蹊跷 但也并非完全解释不通 可对于侦办案件的交警们来说 这种模棱两可的感觉 是让他们无法接受的 关于那些疑问 他们必须找到明确的 是或者否 那一晚 在雨水中 死者的身体渐渐冷却 人命关天 他到底是谁呢 查到他身上 有事过有相关证件的时候 也没有发现说 这个人身上有习惯 携带相关的证件 也没有携带手机 如果当时 死者和伤者 同乘一辆电动车 他们应该是相识的 警察首先开始 对逃逸司机进行追踪 那我们只能通过 小轿车的这个车牌 来寻找车主 通过这个车牌号码 查出这个车主 名字叫吴伟斌 车主吴伟斌 会不会就是那个 逃逸了的司机呢 警方连夜赶往了 吴伟斌户籍登记的地址 此时 另一组人 已经赶到了医院 但是在医院 他们意外地得知 伤者刚刚已经出院了 伤者的名字叫张岗辉 27岁 他的家 距离事发现场 只有不到300米的距离 在张岗辉的家里 警方在他的床边 取到了笔录 张岗辉说 当时自己驾驶电动车 试图横穿马路 跟对象驶来的一辆小轿车 发生了碰撞 被撞倒后 他感到腿部剧痛 昏倒在地 但庆幸的是 他仅仅是左大腿的皮下错裂伤 伤势不算重 所以也是他自己 苏醒过来 打电话 喊来了家人 张岗辉的家人说 当时在现场 还发生过一个误会 他们赶到之后 首先看到了 那个躺在地上 身上盖着雨衣 满脸嗜血的死者 张岗辉的父亲 把他当做了自己的儿子 嚎啕大哭 哭了一阵 站在旁边的 一位亲戚突然注意到 前方还躺着一个受伤的人 发现认错了人 虚惊异常 张岗辉的父亲 才把眼泪收了起来 接下来 当警察询问 那个死者的情况时 张岗辉的话 让警察极为意外 当时他跟我们讲 当时发生事故的时候 当时电动车上 只有他自己一个人 伤者语出惊人 竟只是冰山一角 应该又发生了 其他事情 这个时候 一部电动车 从对见这道死来 是遭人暗算 还是自酿苦果 突然出生个 喷 这个声音 能够去中断 我想让自己 扫电斗出来 可是我真的 没办法做到 雨夜八十秒 记忆说法正在播出 此前警方 对现场的判断是 轿车与电动车相撞 导致电动车上的两个人 一丝一伤 可现在 伤者却说 电动车上 只有他一个人 他并不认识 那个死者 如果他的话属实 那么警察 在早先做出的结论 就站不住脚了 当然 也还有另外的一种可能 那就是伤者 没有说实话 我们当时也有怀疑说 他是不是在说谎 然后再次 现场请问的时候 他还是说 这个人确实 他不认识 也不是他车上的人员 而且看他的神情的话 比较自然 不现在是 像我们杀谎的那种表情 如果电动车上 只有一个人 那么这个死者 他是谁 他怎么会出现在现场 此前 交警发现的那些疑点 会不会又有新的含义呢 我们就显到了说 这起案件 可能就没那么简单 应该又发生了 其他事情 在事故发生后的 第七个小时 天光已经放亮 警方调取了 案发现场的路旁 一处监控探头 拍下的影像 虽然他这个监控 视线不是很好 然后又没有路灯 但是又下着影 效果不是很好 但是呢 切切实实对我们这个破案 带来了很大的帮助 凌晨的0点11分 商者那辆电动车 出现在了画面中 监控探头没有拍摄下 撞击发生的一瞬间 只是拍摄到了撞击结束 遗憾的是 他所覆盖的区域 看不到小轿车的司机下车 也看不到死者所在的具体位置 更无法解开交警心中 关于那个死者的疑问 这个看似简单 却有那么多谜团的现场 让那些经验丰富的交警们 一时也摸不着头脑 案子的突破口会在哪呢 就感到这个现场非常奇怪 没办法整个旅行 整个事故现场的情况 那就是现场 五一比较现场 比较接近 就还要吃断录音 潘岳仁 龙海市交警大队的大队长 他所说的录音 是小轿车司机报警的电话录音 是他最先提出重听录音 喂 我现在坐车 哪里 就是 第二天大 然后过来一点 往平和往下 什么车 什么车 我走车 电动车 转了 电动车 转过来 什么车 车 可能 可能坐车 有什么车 但是要叫医院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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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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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车 转过来再听一遍 从哪里 从这个喷 这个前面再倒过来再听一遍 代表叫医院 好 L3370 对对对 代表叫医院 代表叫医院 在我们听这个录音过程中 有突然出现一个喷 这个声音 然后就中断 代表叫医院 代表叫医院 这个声音 又不是这个我们事故现场的背景 又不是整个事故现场的噪音 我们感觉好像是这个车链撞击的声音 那我们在事故现场 有看到几个遗留的那个车链散落碎片 跟小车的还有电端车的那个明显的车身颜色是不一样的 那很有可能这个碎片就是另外造势车链的那个碎片 所以我们就感到说应该是还有一步吃点撞击到 就报警人能够能够离开现场 至此 潘月仁和他的团队做出了一个大胆的推测 小轿车的司机在拨打电话报警的过程中 很可能被另外的一辆车又撞了导致了他的死亡 如果这个推测成立 死者应该就是白色小轿车的驾驶员 此前警方已经查到白色小轿车的车主叫吴伟斌 也几乎是在专案组做出推测的同时 交警找到了吴伟斌在漳州市区的家 这个吴伟斌没有在家 家中只有他的妻子和女儿 然后我们就间这个死者现场的照片 发给吴伟斌的爱人 让他变难 要不是为了我女儿 我真的 真的 真的 现在都是为了他 只想他好好的 妻子只看了一眼就认出 死去的人就是自己的丈夫 她说 丈夫从昨天夜里开始就没了消息 这种情况此前从未有过 她很怕丈夫出了事 没想到真的就出了事 很快 她把仅仅一岁半 还没有断奶的女儿托付给了邻居 带上自己的婆婆 赶到了殡仪馆 就是我婆婆看到她的那事业的时候 她是用趴的就爬进去了 你知道 她见到兵里面 进去看她又爬了 吴伟斌的妻子说 她和丈夫都是从农村出来的 辛苦大拼才有了这个家 有了女儿 有了现在的一切 可突然之间 丈夫走了 她觉得天都塌了 我也不想这样 让自己 我想让自己扫定走出来 可是我真的没方法做到 上午12点 在案发12个小时后 案情在死者亲人的泪水中 渐渐被看得清楚了 这个事故的现场 应该是联系交通事故 第一起是普通的交通事故 是小车转到电动车 第二起 应该是一起交通造势逃逸案件事故 至此问题就只剩下了一个 那就是尽快找到撞了吴伟斌 又逃逸的那辆车 根据这段监控 警方分析 吴伟斌打电话报警的时候 站的位置是摄像头拍摄不到的马路对面 他应该是在对象的超车道上遭遇了撞击 这也就是说 嫌疑车辆是从对面驶来的 想要找到他 就要确定第二次撞击的准确时间 我们这边可以确定第一起事故的案发时间为 临时11分53秒 那么从第一起事故到第二起 中间间隔了多长时间呢 警方再次找出了那段报警录音 从开始通话到砰的响声出现 时长1分20秒 也就是说 起码在这1分20秒之间 吴伟斌还没有出事 假设我们小型驾车驾驶员 一发生事故就开始报警 那么我们这边就可以推测 第二起事故发生的时间为 临时13分13秒以后 但是通常来说 小型驾车驾驶员 可能一下车就马上报警 也有可能说 下车之后查看相关情况再报警 那么我们就往后推一分钟的时间 警方把搜索的时间限定在了 13分13秒之后的一分钟之内 而在这个时间段内 对象共有四辆车经过 临时13分25秒 第一辆车 15秒后 第二辆车驶过 临时13分50秒 又有两辆车几乎并排驶过 但是在画面中 这四辆车仅仅是一闪而过的光点 但从这里看不出是哪辆车撞了人 但车有来路就会有去路 警方沿着这四辆车的去处 调取了前方100米 另一处监控探头拍摄的影像 很快他们就注意到了 四辆车其中的一辆 其中三步的话 都是按照正常在行驶 唯独只有一部 微型货车 慢慢的靠右边 靠路边行驶 现前行驶一段时间之后 又掉头 这个时候在掉头 转线灯打了 掉头了 掉过来了 发生交通事故逃逸之后 正常有两种情况 一种就是加速逃离 另外一种的话就是想说 返回现场去看看这个人 到底是什么情况 是我心里面 是我有没有心存侥幸 想说再回现场看看 这是一个犯罪心理 掉头返回的这辆车 引起了侦察员的警觉 就在他距离监控探头 越来越近的时候 车上更加确切的痕迹 显现出来 车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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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车灯你看看 对 右边的比照亮 左边的明显很暗 警方发现 这辆车在经过上一个监控探头时 两边的灯光还是正常的 可是到了这里 坐前侧的灯就变暗了 显然 车头左侧发生了破损 这让警方想到此前 他们在现场发现的那块碎片 那么我们这时候就在怀疑说 这些灯壳的碎片 是不是就是这部微型货车的 从监控画面来看 这是一辆微型货车 但遗憾的是 从这个角度看不到车牌号码 警方只能继续向前查找监控 终于在一个右转弯的路口 警方发现了另外一段视频 这段视频让他们如获之宝 那从这个监控呢 我们可以排到它 每度车牌的一些号码 经过反复比对 警方确认 嫌疑车辆的号牌为 敏EFA162 车主名叫戴瑞川 26岁 张州南京人 随后 警方又调取了这辆车 在案发前 经过监控卡口的清晰照片 几乎可以确认 开车的人就是戴瑞川 天光再次放亮 在案发后的第31个小时 警方找到了戴瑞川的家 当时戴瑞川没在家 警察向他的家人提出 希望戴瑞川去自首 嫌疑人归案 到处死亡事故真相 这个黑衣裳 从江越王 把你车上转过来 要是 驾车逃逸的 承担潜伏着的 逃逸又返回 但是怎样的内心波折 一共他有喝了六瓶啤酒 也许他没有逃逸的 也许可能他还活着 雨夜八十秒 今日说法正在播出 这些警方,你车子在什么地方上到的? 这只 他排热小时 他排热小时交接那个地方 对 这下会找到来的 这个黑衣从 从下面往你车上搬过来 是吧? 对 他上来之后 那个黑衣往他去的? 戴蕊川说那晚雨很大 事发路段没有路灯 他隐约感觉到撞了人 戴蕊川交代事发当晚 他和另外三个朋友在晚饭时喝了酒 一直喝到了晚上11点多 喝了48瓶啤酒 其中戴蕊川自己喝了6瓶 之后他开车送同伴们回家 无法得知那6瓶啤酒 对于戴蕊川的驾驶造成了怎样的影响 但结果是他撞上了当时正在前方 拨打电话报警的吴伟斌 而且之后又逃逸了 掉头返回之后 戴蕊川看到了倒在路边的死者 但是他没有选择停车报警 他说一是因为害怕 二是心存侥幸 当时没有中心隔离护栏 是两条双十线 开车的人都知道双十线是不能跨越的 但是电动车试图从这里跨越公路 所以发生了碰撞 在碰撞之后 轿车的驾驶员打开双闪 电话报警 他这样做都是对的 但是他又站错了地方 站到了对象车道的超车道上 路上一念间生死两世界 在事发现场附近 记者见到了那个骑电动车的伤者 张岗辉 他腿上的伤早已愈合 但是他心里的阴影 却依然挥之不去 现在很少开电动车 感觉有时候 心里有怪怪的感觉 张岗辉告诉记者 事发那些天 路上还没有安装隔离护栏 当时他打算穿过马路 到对面的小店里去买薄烟 鱼很大 他没有穿雨衣 雨水模糊了他的视线 当时你知道路上有双十线 是不能掠过的吗 那个知道 那时候就是看到没车 没看到没车 所以就过去那边买薄烟 农村的都真的都是这样 很少检究那些什么双十线那些 如今距离事故发生 过去的时间已经不短 而死者 吴伟斌的妻子 仍然只身 带着孩子过日子 我和他在那边买薄烟 我和他在那边买薄烟 他说他 这是个爸爸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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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个呢 妈妈 妈妈呀 爸爸不乖 爸爸不乖 这个 爸爸为什么不乖呀 不跟你玩是吗 这个 2016年1月18日 龙海市公安局交警大队 对两起事故 做出了责任认定 第一起事故 电动车驾驶员张岗辉 未能让正常行驶的车辆先行 导致事故发生 负主要责任 死者吴伟斌 没有采取有效避让措施 负次要责任 第二起事故 戴瑞川酒后驾车 撞人逃逸 对事故承担全部责任 今天我们讲述的是 因为一起意外 而引起另一起意外的 不幸事故 令人唏嘘 我们节目请到的嘉宾 正是事发路段 交警部门负责人之一 福建省张州市交警支队 副支队长林亚安 欢迎您林队长 林队长 戴瑞川在那样一个时刻 走进交警队 他的行为算是自首吗 算 虽然他是故意逃逆 但是在我们公安机关 已经掌握他 现处的这个情况下 还没有对他传犯 也还没有对他采取 前置措施 他就自动的 到当地的派出所 来投案 能够如实的供述自己的 驾车逃逸 这个犯罪行为 所以他可以依法认定 他是自首行为 林队长 这起事故当中 电动车驾驶员有责任 小轿车驾驶员 也就是死者 也有一定的过错 但最后呢 却是戴瑞川 他是负全部责任 为什么这么认定 道交法有明确规定 如果说 发生事故以后 逃离现场 造成现场的证据 灭失 影响我们的认定 那么他应该负全部责任 大家知道 交通事故发生 有一定的偶然性 也有很多客观因素 比如说 自己的违法行为 他人的违法行为 或者宽禁 道路的一些因素 但是 发生事故 以后呢 必须停车 保护现场 并且报案 像戴瑞川 这个行为 他发生事故以后 故意潜逃 那么按照 我们目前 道交法的一些规定 必须受到严惩 2016年5月27日 福建省龙海市人民法院 以交通肇事罪 判处戴瑞川 有期徒刑 四年五个月 这四年五个月 也是考量到了 他有自首 这一从轻情节 这四年五个月的时光 是不是能让他 真正意识到 当初自己犯的错 是多么的不应该 好 感谢您收看 今天的今日说法 也感谢林亚安队长 参与我们的讨论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中央电视台第一套节目 综合频道 接下来给您播出的其他内容 再见